我先開始來講 因為剛才把影片截斷之後 再下一個 我們看一下案例的部分 第一個案例的話 我算是醞釀了很久 大概有點底子之後 我就帶學生開始做一些事情 第一個是學生翻譯Codex的文件 Codex這個字是國際食品發展委員會 國際食品發展委員會是什麼呢? 他本身是那個 他本身是那個 我們這樣說好了 一個國家他有衛生機關 他有環保機關 他有農業機關等等的 那聯合國有沒有 聯合國他的食品衛生機關是農糧組織 衛生的話是WHO 然後他的食品制定的話就是Codex 就好比是聯合國裡面的食藥署 所以他自訂出來的文件是全世界很多國家會去遵守 至少會參考 甚至有些比較落後的國家直接拿來用 也有這個情況 好來 那我就剛好就帶著我們學生 我們學生是這樣子 他是 2020年3月的時候全球疫情升溫 他是在 他父親是台灣人 然後他本身是在廣東出生 東北長大 好 然後呢 他那時候剛好升溫的時候 他放寒假 回大陸放假 回不到台灣來 那也是那個時間點 我相信你們這些夥伴大概有印象說 那個時間點3年前的時候呢 全球升溫 好然後 我就用直播錄影 我也是那個時候才開始學直播錄影的 之前呢 都是自己錄完影之後 上傳YouTube 上傳YouTube 這樣子 好 那我就設法讓學生翻牆 他翻牆是他會翻 我不會翻 我也不曉得他們怎麼翻 在線上補課 好 所以這時候呢 我到現在已經3年多了 依然在直播錄影 超過1000支的影片 其中900支是直播錄影 我課程的部分 都是跟這個學生的緣分 所以這個很有趣 那現在大概大學老師 沒有疫情了 就不會再錄影了 所以我比較笨對不對 我到現在沒節課 來不好意思 跟我講 在這邊好 來我這邊跟我講 這是我直播錄影的地方 在這邊 這是我上傳的影片 我直播的影片在這邊 我昨天看了一下 有900多支都是上課的 我不剪接 因為剪接非常花時間 但是這次我把上課的影片 丟上來 丟上來 大概沒有人會到我像這樣 很簡單 不要把別人當笨蛋 我不是笨蛋 我到今天還守在這一塊 我有我背後的意義跟目的在 而且你看我點月數都非常少 這早上才上完的 這上禮拜上完 點月數都很低 但我的目的不在點月數 我的目的是其他的 這個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這樣子 那我在2021年4月 學生接受挑戰 把文件翻譯成中文 我就說 我就接受你中文那邊的實力 而且你在我們食品營養領域的話 你去讀這個資料 你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認為說學生做得到 我認為他們做得到 但是他們普遍缺乏信心 我就一步一步帶著他們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會卡住很多問題 很簡單 就像我相信像以蕭老師而言 以蕭老師人生的經驗的話 他可能請年輕人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已經知道年輕人遇到什麼困難 那我們這種老狐狸就會說 等你遇到困難你來找我 我就知道你已經進展到ABC這個步驟 如果你完全不來找我問問題 我就知道你根本 對不起這樣不好 你沒有去嘗試 所以我跟你講我們這種老狐狸會這樣子 就是我丟一個任務給你 我就等你來問我問題 因為這些議題我很熟 我知道你會遇到哪些困難 因為你現在這個年紀 你還沒有那個思維跟能力 如果你沒有問我 就是你沒有投入 那有一些交付給年輕人的任務 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不會發生危險 我會交給年輕人 那年輕人會去多方嘗試之後 回來跟我討論 所以有這兩個情況 那我之前翻譯的很多 所以我對翻譯有心得 我知道他會遇到什麼困難 所以他也會自己跟我討論 後來呢 學生就把翻譯的作品收 跟我把這個封信寄到 位於義大利的Cortex總部 讓他去回收 讓他去做這一塊 然後呢 他就回信說謝謝 就這樣子 他就把回信跟他的翻譯作品 附在申請研究所的裡面 是不是因為這樣而錄取研究所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研究所評審委員 那至少有這件事情 好 我把步調放慢 假設這件事情 是在你們高中生或者國中生 你因為做了一個很少人做的事情 然後你克服萬難完成了 這個作品對於你申請下一個工作 申請研究所 申請大學 申請國外的大學 有沒有幫助 去思考一下 去思考一下 我沒有答案 我沒有答案 那本來我們要出版簡體中文的書 本來要出版 而且有出版社我的好朋友 軟體自由學會 我的好朋友都已經 他說這種開放式教材 該出我一定會全力幫忙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很棒的 後來因為學生太忙了 而且他們現在要實習 要弄東西了 所以我們就先暫停 這個緣分可能等未來有機會再去完成 那也就是因為這邊準備時間比較久 意外的讓另外一本書就先出版了 來接到第二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是這樣子的 來 我在講之前 我先講一句話 如果這些學生看到說 他們申請研究所審查的人員 看到這些成果是客觀證據 就像我前面講的 跑3000公尺跑馬拉松 有那種客觀證據 當台灣大學生 多數都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成果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看這件事情 好來 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 校長知道阿遠的計畫之後 就請相關的同仁幫忙發新聞稿 新聞稿長這個樣子 就是 開始做的時候 這個夥伴是大一 這個夥伴是大二 比你們大不了多少年紀的 比你們現在大不了多少年紀的 那我在做的時候 我就不跟他講說 我會出書 我就在我們學生群組 發出說 誰志願來參加老頭子的翻譯夥伴 那就有人報名 那最後五個人 塞塞塞塞 剩下兩個人 因為有些人答應了 但是他忙不過來 有些人他無心投入 這個我們都尊重 我們都尊重 好然後呢 這兩個夥伴在去年四月的時候 大概一年前 整個翻譯完了 我才告訴他們說 我們接下來要來寫書了 兩個下巴就掉下來了 他們一輩子沒有想過 我大學生 我跟老師分工合作 可以出書 等一下給各位看 好來 那後來呢 這件事情 還沒有畢業 學生的名字 就上了國家圖書館 這在高等教育 我不曉得 至少我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 好來 那不是老師厲害 不是學生厲害 是一個緣分點的時候 我這樣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敘述一件事情 來 這是某一個飲料 請你去超商 去買一罐這個飲料 你腦袋的畫面是什麼 台灣有三大超商 我走進去 打開冰箱櫃 拿出一罐去結帳 好 在還沒有出現超商的年代 老頭子 我那時候讀小學 讀國中的時候 台灣才出現了7-11 好 在那個在之前的話 沒有看過超商 全世界只有誰看過超商 只有少數人去日本考察的時候 看過超商的時候 然後他告訴你說 你要開一家便利商店 然後你又幹嘛幹嘛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你是神經病 你在講什麼 對 這個就是生死的社會 現在你們看超商 你要去買一瓶飲料 你想像得到 因為你有這個生活經驗 好再來 你讓40年前 超商才準備進入台灣 還沒有擴大的時候 開第一家超商 開到10家 可能都賠錢 要開到100家 整個氣氛來了 才可能會有賺錢 在那個時間點上 切點的時候 大家都不曉得 什麼叫做超商 回到我們這邊來 學生不認為他們做得到 這是台灣學生的情況 我覺得要怪 我不會去怪學生 要怪台灣的高等教育 把大學老師的力氣 拿去做別的事情 好那我另外做 反正只要我能保住飯碗 我不做壞事 我反而要做 對國家有貢獻的事情 我帶學生來翻譯跟發表 學生在畢業之前 他們的書就上了 他們的名字 就上了國家圖書館 名字在這邊 這個在台灣高等教育 我長眼睛我沒有看過 我不敢講所有東西都沒有 至少我沒有看過 那如果今天換著你們的名字在上面 你們可能對電子有興趣 你們可能對交通發展有興趣 你們可能怎麼樣有興趣 在一個適當場合之下 你可能有發表書 因為發表書籍的難度 比發表論文比較輕 你可以整理型的 你可以翻譯型的 那這樣子對你們進入大學 是不是比較有另眼看待的部分 另眼看待的部分 好來 那這本書呢 我們申請到美國 明尼書達開放式教科書圖書館 因為我自己本身 像會認識蕭老師 也是因為在教改的場合 教改其中有一塊重點是使用開放原始碼的軟體 跟開放式教科書 跟開放式教科書 好 那這也是緣分 在台灣開放式教科書的時候 不是那麼的知名 簡單講一句話 開放式教科書可以自由轉記 可以自由流通 甚至有一些不限制商業用途 如果你這些概念你沒有聽過的話 只能說過去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他們做的太過頭了 他沒有告訴你世界還有另外一面 他沒有告訴你台灣的著作權保護只有50年 超過50年就不保護 他沒有告訴你這些 因為這是他們失職的地方 好來 好來這邊好 來那如果說我們的書 就通過明尼書達大學審查 符合就收入進去了 OK呢就像這樣子 像這個情況 假設到這裡來好了 好 我們的書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書我給各位 好 你們可以直接去下載 那下載的時候 那個 這邊台灣 如果你輸入台灣的話 總共只有兩本 剛好兩本都是小弟我參與編輯的 那第三本的話 正在集中當中 不為什麼 因為透過這個這個東西 全世界會下載的到 全世界下載的到 然後下載的到的時候 我們的名字在這邊 我的名字在這裡 這個很煩 來 學生的名字在這邊 學生的名字在這邊 所以因為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說你在申請學校的時候 你的名字已經進到這邊去的時候 會不會對申請 他們申請研究所 有幫助 我不知道 但至少高等教育上 我沒有看過這件事情 更重要的事情 我們做事情 我不是為了讓學生升學 我不是為了讓學生升學 也不是我沒有因為這樣而多賺多少錢 沒有 但是這個東西公開之後 對台灣參考這塊 這個其實以營養標示而言的話 對台灣的話 對國健署跟食藥署比較有幫助 這屬於官員在讀的資料 我們有另外一本書在這裡 這邊假設輸入台灣 另外一本書是這個 這個的時候 這本書對台灣的企業界 跟對台灣的官員非常有幫助 我就把它 我跟兩個志工翻譯完了 我們就丟到這邊來 就丟到這邊來 所以全世界都會看到說 我們的這個地方 而且我很故意做一件事情 我承認我故意的 就是我書的名字裡面 一定會有這個字 我個人簡介這邊號 這邊也會有這個字 剛好我讀過的學校也有這個字 我們的共同作者裡面也會有這個字 所以這邊總共出現的是四次 這是我用另外的方式 幫我們台灣增加曝光率 曝光率 所以我做一件事情 通常不是為了金錢出發 但是我後面會思考到很多面向有利的事情 所以我常跟學生講 老頭子需要很多人來幫忙 但是你們需要先把自己的腦袋先升級 先升級 好來回到我們這邊 如果說您是業主 企業的人 還有或者研究所的老師 我們學生拿出客觀證據的時候 你們會怎麼做 第一件事情 好來你把你丟了這本書過來 然後我先考你裡面的內容 看你做多少 老師做多少 另外一個作者做多少 他一定會這樣子做 所以這個東西跟大家講說 我裡面參與哪些翻譯工作 我寫了哪些工作 老師交代我哪些分類整理的工作 我就把這個跟學生講 好就跟那個審查老師講 好來 這是我們第一本 就是剛才講的那一本 好再來 來我這邊先暫停一下 來目前為止有沒有任何問題 我喝個水 有沒有抓到 有沒有抓到我講的點 不好意思 那個我們不是正式上個 請說請說 沒關係你喝醉一下 看吉他孩子要問嗎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大概好像是 今年1月2月聊到這個 然後想說這個可不可以高中生來猜 我說應該有機會 對不起老師 絕對有機會 絕對有 只是大家不相信自己做得到 但是相對起來 帶對的老師或者帶對的人員 本身要花很多人 耐心跟愛心去做 絕對有機會 這個就 我們自學生裡面 也有未來要探索 醫藥衛生學群的 醫生跟這個領域 因為你也很熟悉 這種營養生理 就國健署這些相關的 對 他就是這個可以結合 他們的生涯探索來進行 然後這個就是最好的 學習歷程檔案 那這個 我都說學習歷程檔案 或是更早以前 我們叫多人入學方案 其實多人入學不是多錢的 生活 處處接口探索 都可以做出很棒的 這個 所謂目前叫學習歷程檔案 那以前叫做備審資料 那重點就來自於 你有沒有這個緣分 碰到好的老師 跟好的資源面 剛好那個緣分連結的上 就有可能去做一些事情 反正一切都緣分 那今天就是很高興 教授能夠來這邊 跟我們同學聊聊 我想說不只內部的 only學生 外面的 這個我們都群內也公佈 反正這些都是很不錯的觀點 而且從剛剛聽到現在 我覺得教授加務實 加誠懇 因為 你說興趣沒辦法賺錢沒有錯 我們only就是在幹這個事情 我們的目標就是 高中階段找興趣 找熱情 然後我會多一個叫做變現能力培養 這我要跟小老師學習 變現能力培養 他回歸生涯規劃輔導的理論 生涯輔導的最核心叫自我覺察 我們很多家長或是這個 學校很奇怪 他們在宣導學習歷程檔案 都缺了 講一塊叫生涯工業輔導 生涯輔導就經營人生 你經營人生 你不懂怎麼可能會有漂亮的 高品質的學習歷程檔案 因為我都說學習歷程檔案叫做露體 靈魂是生涯輔導 那生涯輔導大家聽不懂 我說最簡單叫做 找興趣 找熱情跟 培養變現的能力 用社會企業的觀點進來 這樣就改靠了很漂亮的串聯 我們現在正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也結合地方創生計畫進來 以上啦 先分享一下 這樣告訴我 有人幫你問問題 好 我看看 這些書對學界或者一般的意義在哪裡 我先解釋這一個好了 這個 這個是HACCB 是食品衛生這一塊 這一塊的話是台灣修法 修食品衛生法規參考的依據之一 那歐盟 歐盟其中的這一塊的話 高度使用Codex版本的 那關我什麼事 有 我們會出口歐盟的時候 我們必須知道歐盟的法規 那我們做這一塊 我們把它翻譯成那個情況的時候 等一下 我們翻譯成這一塊的時候 會減少很多人讀書摸索的時間 這是對別人的貢獻 對我們自己呢 我們因為翻譯過程也是很煎熬 我們三個人在討論這個怎麼翻 這個意義在哪裡 老實說你丟Google 現在缺了GPT對不對 你丟上去可能十分鐘以內全部完成 但是你看不懂 因為它不是文字對文字的翻譯 這個要有底子才能把它翻譯成漂亮的 這本書的意義 這本書的意義 對台灣的話 它是領先3到5年 幫企業界領先3到5年 請記得一句話 經濟部系統不講 衛福部的系統不是幫你賺錢 衛福部是在抓你衛不衛生 如果你想要多賺錢的話 要思考經濟部的系統 但是兩個系統的思維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有些時候參與一些事情 我會把事情看得比較清楚 好那對我們而言的話 我們也佔到了這個先級 因為很多老前輩他們不願意做 我們去做 我們就得到了知名度 得到了這些貢獻 那也許未來這個有可能換成商機 我們也希望也變成變現能力 老實說你變現能力 好另外一個是 等一下跑哪裡去了 另外一個是這個 我分享一下 記得我做事情一定不只有一個目的 我做事情可能兩三個目的同時進行 第一件事情 我們先講這本書的貢獻 就是這一個 就這本 那假設今天大學生就飽飽的沒有多少頁 而且我們政經正在改版 因為國民健康署的指引更新 那美國的定義也更新 所以我們也正在改版 今天學習理律 對不起我不是很清楚 學習理律怎麼呈現怎麼使用 今天我們學生去應徵 或者做研究所的時候 這一本掏出去 來 這是我跟兩位夥伴 江老師跟另外一個同仁的合作 這就是我實實在在大學的成果 可能有一本 可能兩本三本 那 老師看到的第一個問題 先測你貢獻多少 你是去那邊幫忙跑腿的 幫忙怎麼樣的 還是真的對實質內容有貢獻 一研究所老師的程度 一問就會知道 好 第二件事情 對我而言 我要把我的功夫傳下去 大家很少聽到這種話 但是我最近幾年 非常強烈感受到 大學不應該是上課 考試下課拿分數 大學比較應該像是師徒制的 老師傅帶著年輕徒弟 這好像做那個手工藝 做車床的 做輪胎的 做什麼的 老師傅帶著徒弟 有意願學的徒弟 一步一步教 就是在聽說 德國技職體 其實長這個樣子 我自己強烈感受到這個情況 因為我摸索了很多事情 包括出版的過程 跟國外聯絡過程 我全部把email副本 都給我們學生 包括我聯絡日本國會圖書館 我們有書要捐給他 他後來回信說 我們只收日本在地出版的書 那ok 我得到一個經驗的 我們聯絡瑞士的 ISO的單位 我聯絡加拿大的單位 聯絡另外一個 我們正在翻譯英文文法 是在那個 英文文法 是在那個喬治亞大學的 某一個老師 我跟他勾勾很多次 無關於這本書 但是我email副本 都給他 都給他 好來 那這個情況之下 這本書的意義 回到多重意義 再來 這個意義翻譯完之後 可以幫國內有關營養標示 他叫做Nutrition Leveling 營養標示這一塊的話 可以提供參考的資料 可以提供參考 他們至少說 第一手要讀英文資料 他讀原文 OK那如果是想參考的人 我們提供了參考資料 而且同時間我把台灣的營養標示 跟美國的營養標示給加上去了 加上去了 也因為這一次做的關係 我把美國的法規 這個領域法規 重新再讀過一遍 更熟悉它的架構 更重新它的架構 所以我每做一件事情 大概有五分把握 七分把握我就做了 而且做的過程中 我把經驗傳承下去 我對外的聯絡網路也建立起來 唯一的缺陷就是 因為沒有沒有因為出版 而獲得真金錢上的利益 但不是 我們這個東西 慢慢的會跟上市公司 索取他們的經費支柱 贊助我們做印紙本書的事情 這樣子我們回答到大家的問題 好那我再繼續往下講 講到哪邊講到這個 來這邊我先把檔案切斷 再換一段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先把檔案切斷 大概在那邊